那很多的臭宝说老花姨 月季跟玫瑰是一种花吗 它不是一种啊臭宝 就是你怎么理解呢 就是你能买到的所有的仙切花 所有的以玫瑰名义上来卖给你的 那都是月季 你看你吃到的鲜花饼那种玫瑰 玫瑰香精啊精油啊 玫瑰这个东西呢 一年呢一般就开一回 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开每年的 它就开那一季 它不像月季 月季呢是月月都开 你明白了吗臭宝 有的话说老花姨 月季当然跟玫瑰 你一定要去分开 而且有的话说老花姨 我看人家说卖的那个小玫瑰 你放心 玫瑰呢它刺很多 而且它的叶子呢 没有月季那么 那么就是那么长那么好看 它有点细细小小的那种 而且它开花呢 一般都是那种单半的 没有那么从 没有那么丰富多彩 你明白了吗臭宝 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 它俩是表兄弟 也可以理解为是亲兄弟 但是别把它俩理解为一个人就行了 懂这个事啊 所以说有的话说 哎呀那应该怎么 你以为它送你 送你一朵玫瑰 那送了你一朵月季啊 知道吧 好了 懂这个事就行了 不是一种 不是一种 就这样吧 好了 觉得不错 就点个观众 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点花知识 老花一 老花自然一 给大家帮忙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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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